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西波来话,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里加的大树,长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奸, 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语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士阁去, 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士阁, 正走的时候, 约在晌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阁。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按照律法是前程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对我说, 兄弟扫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一辙,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寿喜, 洗去你的罪。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迟言, 以你为我做的见证, 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 把信你的人收在间里, 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开手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拆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 还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喧嚷, 摔掉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叫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力吗? 百夫长听见这话, 就去见千夫长, 告诉他说, 你要做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入了罗马的民集,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 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 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在一起,